增測到最后一列 Ctrl向右 增測到最后一栏 这个地方怎么做呢 基本上也是复习 这个的话就可以 以哪一个为基准 所以基准的话我们以这个 A3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在这边打一个range 这个应该做很多次了 所以我快速讲一下 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要 自动增测到 点 点end 它最后是哪一列 刮弧 然后 当 刮弧 点 Row 我就知道它是在第19列了 所以这个地方会到19列 自动会取得列 再来30 那我要怎么知道第几栏 其实也是一样 以什么呢 以A3 所以其实 偷栏一下 到这边 的栏 最右边那一栏 最右边那一栏怎么表示 30这个 其实就是 刮弧 刚刚是当的 那现在要最 右边的那一栏 所以 to right 刮弧 点什么 点 column column coa 这个 这样子的话呢 他就知道说 你游标 放在这边的 Ctrl向右 就会知道说 原来 这一栏 这一栏是第几栏 AD AD应该是30 就会取得30栏 所以它自动会跑到30栏 停下来 所以这个回圈是 活的 也就是以后你增加栏 增加列都无所谓 它自动会去侦测 跑出来的话 基本上 哪一列 哪一栏都OK 那跑完之后就OK啦 所以这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我已经 把画面之前有做过了 所以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我也把这个 放上去 那当然你也可以 把它丢给一个X 跟丢给一个Y 再放过来 这样也可以 或者直接写在这上面 也是没问题的 OK好 画面先还给各位 复数转换 这个范例 这是问题 16 问题16 那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 蓝猎的快速的 去做一个 转换的动作 转换动作